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和介绍,很高兴看到很多新老朋友,我叫李少民,1977年上大学正好跟着思乡解放也是重合的,甚至还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国斥所谓中共的外行地区领导内行,这不对,另外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说 不能用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来管经济,现在不要管到市场经济,胡椒木还专门批判过我,这都是不行的,那当时我先想讲的是关于我父亲李鸿林在思乡解放里边的一些议事吧,就一些事情,然后再放在这个当时的大背景,我还带来了一些文件,文件跟大家分享一下,李鸿林呢,是这样,我父亲他1946年参加共产党, 然后,这个我就很简短讲,他1946年以后呢,他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那个研究室就是给毛泽东服务的,主任是陈伯达,他那时候有三个老板,陈伯达,田家英和一个叫柴默,陈伯达大家都很熟悉了,我跟你讲,田家英可能也很熟悉,还有柴默呢,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后来当他的这个主任, 我想讲就是说,他的直接的老板是田家英和柴默,文革都死杀了,那那个陈伯达的下场我们都知道,文革以后,我父亲的这个,还有,也有过两个老板,一个老板是胡小巴,就我们今天纪念的,大家也都很清楚,另一个老板是邓丽勤,那个,对这两个人也是男员北哥,就是,这他一生,还有我的观察都非常有意思, 他,这个,七七年,七七年战伍,那时候,当冰州通常看了一张,就是,光明日报,一个整版的文章,整版的文章是,就是这个,论脑力劳动的历史命运,那署名李鸿林,哟,我当时就演了一亮,说这回,可能这世道真变了,因为他文革被,轰得香下去了,这时候他就,七七年就回北京了,就在这个,历史博物馆, 天安门边那个历史博物馆,这个,党史部的主任,那时候来了,也没房子,他就让他住在这个,他的办公室,他办公室在历史博物馆的顶楼啊,跟这个文物住在一起,大概他,他说我真是唯一个,和他自己的朋友,那你住哪儿,他说我就是天安门镇守力,让他每天早上就上天安门这个顶上,那个就是,不是天安门,就是历史博物馆顶楼啊,散步,那也是,也是一奇观俯瞰天安门,那,他那时候,就是,他参加了, 这个,这个,思想解放,他当时有一个非常,这个,呃,一个想法,就是当时的老批私人帮和这个林雕,他说这不行啊,他说这实际上,这些都是毛泽东看的啊,但没有人敢批毛泽东,他说我不想试试,七八年,他就开始,他写了一个东西叫做,科学与迷信, 他就说了,他说这些啊,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和文革的,把这些,这个黑白颠倒,这就是现代迷信啊,他写了这么些文章,写完他就给了人之报,人之报不敢发表,好了,这让那个文章被不要帮看见了, 包括说这好啊,咱们就在中国青年,这个复刊号发表,你知道,还要以这个特约,评论员的这个名义发表,发表了,发表以后,这王东兴,他们看这文章大怒, 除了那个文章以外,他就整个那一期,他大概都不喜欢,那把那个,那创刊号给封了嘛,封了以后,有的人叫做好事者,把那文章撕下来,还有人抄下来,就贴在西单的一面墙上,这就成了这个,我觉得那就当时这个,西单民主墙的一个起源了,那就是,这个很有意思,然后,我父亲还写了另外一篇文章,这是给这个读书创刊号写的一篇文章, 他就说,他那文章的主旨就是说,读书怎么能有禁区呢,他说,没禁区,他和那个樊英勇讨论以后,就把那文章提名叫做,读书无禁区,这这五个字也不用再解释了,是吧,那么,当时很多人这个反对, 当然,但能的人就更多了,这个,对他这篇文章,这个,我后来,过来什么时候见到一个,已经说,哎,这里介绍一个新朋友,他一旦知道我是李宏的那儿子,说,我读过这个读书无禁区, 这前两天我来之间,我在Google上,这个搜索,读书无禁区啊,六百多万,就是李宏的一篇文章,六百多万,那我想,我不在美国教书,我们平之声都靠这,隐闻有多少次, 我说,我爸在这儿肯定是最好的教授,所以你们,那么多,那个,这个是另外一个,然后,79年1月的李宏无禁区,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思想解放,和,就是,经济上是,什么改革开放,但是正常就是思想解放,这大概是当时的一个高峰了,思想解放这个,李宏无禁区,实际上是胡耀方策划, 他当时的,在这个导演说什么,打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加坤,冲破一切禁区,说那胡耀方,回来开会人,都说,胡耀方,说到激动,然后他的手都挥舞,说那个,我记得一个老,老的这个,老一辈说,说,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工,这是宋少志的原话,那个, 就是,大家都特别情,而且当时啊,还真不是胡耀方一个人,想开这个武器会,华国锋,叶剑英, 呃,邓小平都非常支持,叶剑英和华国锋的清简报,呃,邓小平呢,他还,他这个,他,他,他,我就给你几个,很,很,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 他说,他把这些人叫到一块儿说,他要集中二三十个人,写一篇两三万字的大文章,专门讲民主,要在当年,五四周发表, 等他后来他就没做了,我们也知道,呃,那时候我们也没法知道,他真想这个思想解放,就真的是想查证民主,还是说仅仅是为了夺权, 现在当然我们大家的解释就是,他是为了他上台,所以理论胡锡会,你看他,他在,这个,这个胡锡会前啊,呃,七八年十一月,他见到日本人的时候,他说了这么多,他说,那时候,西单民主墙已经开了, 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中写大字报,这邓小平说的, 他说完这句话,第二天,民主墙就有七千多人集会,然后又过了几天,二十八号,十一二十一, 那天,他这么想要发表了,那一天,两万人到民主墙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就是,体制内,体制外,有这个互动, 风筑火势,这个,火筑风筑的,那个时候,呃,形势其实挺好的,然后,这个听,这个一月份,邓小平听,李伦胡锡会会话,还说了一句话, 西单民主墙,可有劲,因为他,他,他当时是这个态度啊,呃,所以,李伦胡锡会,否定了,这就, 批评了毛泽东,因为我父亲那个发言,就是,李,呃,领袖宇专民们,待会还稍微再讲一句, 批评了这个毛泽东错误,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批评了继续革命, 这个,五七年以来的所有的错误都批评,而且呢, 他们还真批评了活人,就是,所谓繁制派的代表,那就红细杂志的熊夫啊, 什么卢冷熙啊,人家都被搞得灰头土脸的,就是,包括汪东兴, 他都,都是,真是,不仅动了死人,还动了活人,啊,从来, 我觉得在中共里头,还真是没有,就是,就是,右派,右派,批左派,批的灰头土脸, 然后我父亲做了一个长篇发言,叫领袖和人民, 就跟那个,读书不进去一样,他讲的都是打实话, 那太简单的道理,他就说了一个,他说,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 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人民,这个可以选领袖, 可以批评领袖,他说了这个话以后,那轰动很大, 这是辽宁的那个,他也会说,马上带回这篇讲话,给辽宁省, 辽宁省当时正在讨论,是不是给张志鑫平反, 那么,就支持张,给张志鑫平反,就挥舞着李鸿林的文章说, 如果张志鑫是错的,李鸿林就得枪毙, 他比张志鑫说的还过分,说如果李鸿林是对的,张志鑫就必须平反, 但这是,就支持张志鑫平反很多了,包括人仲仪, 所以张志鑫也平反,那个,那,在这个时候, 就李登卫会,他走的是挺远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开始转了, 那时候转的也很有意思,不是凡是派的人, 这个扭转,就会从,从批左到批右, 那恰恰是当时所谓的改革派,谁啊, 胡肖木,邓立群,他们是一改, 因为他们在文革中是受这个打击的嘛, 文革的末期,大家记得, 郑小平上台了一年,就是七五年左右, 他写了一个论总纲,为他这个复辟吧, 就官大管教,复辟开度, 那论总纲就是三个大批赶子写的嘛, 胡肖木,邓立群,余光源, 写完以后,这个毛生气了,转了, 把邓小平给拿下来了, 就是中共就开始让这三个人交代, 他们跟邓小平的联系, 联系上以后不就可以整邓小平嘛, 那三个人,胡肖木,邓立群,余光源, 只有邓立群拒不交代, 他说, 因为我们家跟邓家真很熟, 我爸跟他很熟, 我跟他那个邓小平也都是同学小学同学, 到大学的时候, 那个我记得邓小平说, 我爸就打了一行李包, 坐在床边说, 你们什么时候给我再送回能森, 他死硬, 所以邓小平后来, 就是毛死后邓小平是曾改恩, 这个邓立群的, 所以他好几次都是没有把邓立群的拿来, 那这些人, 胡肖木当时的就是说, 共产党这个改革是右派回朝, 要抓右派, 他就这个态度, 所以在他的洗澡下, 这个邓小平发表的所谓,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最超明昭的那个讲话, 整个这个里面无敌会就被他扼杀了, 就杀了特尔克, 嗯, 这个时候呢, 那个郭罗基有一个回忆, 说大臣, 你说四项基本原则, 每一条都是对的, 在共产党底下, 你怎么能否定其中任何一条, 在座如果年轻人想想, 共产党领导, 社会主义道路, 无产兴专政, 马死主义, 你哪招你能反, 对吧, 那郭罗基说, 我们都特丧气, 怎么办啊, 他就回忆, 他说, 他跟我说的, 你爸, 他文章里写, 李鸿林当时说, 得想办法, 果然说, 这个李鸿林想的办法来了, 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叫,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领导, 说白了, 他就是用马克思里面互相矛盾的话, 用那比较右的, 攻击比较左的, 就是这个打了东西反攻击, 那胡耀邦, 其实胡耀邦, 胡继伟是支持的后面, 所以每一篇都是, 都是人民日报整版发表, 就那一阶段, 我父亲在人民日报发表整版的文章, 就将近二十多篇, 就整版了大概有十来天, 后来我现在就想, 共产党在这个人民日报历史里, 可能没有一个, 他不把我算的一般干部了, 就是中层干部, 除了什么习近平, 毛孙, 谁能在人民日报发二十篇文章啊, 就在大概两年期间, 还真是没有, 那胡耀邦对他的支持, 我给大家带一个, 这就是他那个批判, 四个基本原则文章之一, 人民日报排了一个青样以后, 他就给胡耀邦了, 他也叫汪同志, 请看看, 80年6月16日给了胡耀邦, 这红字, 胡耀邦的这个祝和批示, 当天就回了, 不仅当天回了, 他整个那篇文章改的非常刺激, 胡耀邦的字, 真的非常棒, 那时候我经常去看, 后来我就问了, 胡耀邦是不是专门念过书法, 说他好像小学都没毕业, 那字是真棒, 就是说这人资源能力太浅, 他的支持, 把我叫家里讨论这些, 所以才能这样, 但我觉得也真是, 走到, 有点回光管照, 大家振奋了一段, 但是也还是真是, 还有一个事儿, 我觉得也值得一提, 就这领袖与人民发表以后, 很多这个, 因为攻击, 恶徒攻击罪, 就是评论了伟大领袖, 攻击了伟大领袖, 住监狱的人, 看这篇文章以后, 他就给报社写信, 就写给李宏林, 让李宏林帮他平反, 那我爸还真是帮了一个一个, 就是帮着寄到当地的那个政府, 让政府觉得, 中央来的就给平了, 有的人平了以后, 出了狱去找的, 最后那信特别多, 还有好多信啊, 就是咒咒咒咒的秘密麻麻小字, 都是那种这个偷运出来的信, 找到手里一锣, 他也没办法, 我再想想, 他就都集合起来, 给邓小平写了这封信, 他那时候是中央部的理论局副局长, 邓小平就看了一封信, 就批了说请胡耀邦同事处理, 胡耀邦雷李宏林立刻让公安部限期调查, 结果那一次就平反了将近三百人, 将近三百人, 然后这个, 不光平反, 他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还发了一个文件, 那文件里就是说, 这个今年3月23日, 邓小平和胡耀邦同事对中宣部李宏林同事反映的当时的文件, 这个还专门发了文件, 我觉得特有意思就是, 这文件他也没有给复印, 我不知道是没有复印机啊, 还是说不能复印, 这胡耀邦找人手抄了一个, 然后这是胡耀邦的字, 就是说宋宏林同事存乐, 乐存, 这个也真是挺珍贵的, 现在看起来, 所以这些就是, 然后呢, 我妇女倒霉了, 胡耀邦孙任总书理以后, 邓小平当部长, 邓小平对我妇女真是很知故, 他还给我妇女留了点活路, 邓小平是做事原则的黑帮老大, 他来了以后, 就是说你得, 黑帮老大就是你得, 你得给我杀一个人, 效忠我, 然后你就没退路, 这就行了, 他对他的人非常好, 就是, 然后他一上任, 他就说, 把我爸叫他说, 上海一群人实际上就自由派了, 就开了个会, 你去上海, 把他们的材料都拿来, 都是谁发言, 这是明显的要整人啊, 然后我问你说, 这不能不好吧, 他就不去, 邓小平就大怒, 我说我一个部长, 你一个这个底下的这下属, 你竟敢这个不听我的, 他就组织全部, 还会批判我, 我父亲当时, 也不是什么, 他就不服, 没长会议, 这一点我觉得邓小平啊, 邓小平让他辩护, 就是大家就坐在那, 就是互相的这个争论, 我父亲的口才, 和他这记者东西就是好, 没有人能够说, 说得了他, 他就每一句话, 你批判他, 他能从马兹斯毛提找的话, 给你怼回去, 开了五四会, 开了五四会, 不仅没把他打倒, 那时候那个中央, 也不十几大, 十二大选党代表, 我父亲在中央部票最多, 要邓小平不让他去, 就给, 就给, 那个, 我还记得85年, 我那时候已经出国了, 85年我回国的时候, 见到这个李克强, 李克强, 他在藩中央处的我们家边, 找他玩, 他见我, 第一句话说, 你爸, 大闹中宣部, 我们都知道, 那么大事, 当时还是一个挺大的事, 然后到78年, 我们也知道, 86年底, 78年学潮, 胡耀方就下来了, 那个时候, 我们在海外的留学生啊, 对这人都非常愤怒, 因为我, 我等于是我们家的手当其冲嘛, 我在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我们几个人, 杨阳海与大海, 还有我, 还有哥伦比亚的一群学生, 留学生, 我们说那得做点事, 就写了一封公开信, 是中共的公开信, 就是说你这个, 我们不能再搞文革, 大致就这么个意思, 那大概是, 民运史上的第一封, 用公开信的方式, 跟中共这个, 这个折腾, 所以那时候, 报纸叫做新公车上书, 我们征集了一千多欠名,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 欠名就是, 或者写信, 或者打电话, 那个, 我们都花了好多电话费, 当时, 所以报纸就来了, 美国报纸说要采访你们这些起草的, 结果哥伦比亚的这个, 起草同学啊, 没有一个愿意出面, 再顺便说一句, 这些东西现在中国罚财呢, 果然人家不欠证有道理, 不然不出面有道理, 后来没办法, 这个, 羊毛改革大海, 我们仨就出面了, 出面这是, 当时纽约时报, 就把我们报道出来, 一个大照片, 当时大家就觉得, 这可能回国有问题了, 够呛, 那个, 报纸就把我们撒掉, 这个普林斯顿的三件事, 我现在就是, 马上就完, 就我想说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吧, 76年, 毛泽去世, 给这个中国改革一个大好机会, 思想解放运动, 从77年开始, 79年达到高潮, 如果按照当时的那种走进去吧, 首先大概就是党内民主, 然后就是刚才胡冰讲的, 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 民主宪政, 这实际上就动摇了, 这个共产党的根基, 也就为走向民主宪政, 提供良机, 那可惜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思想解放的领军人物, 他当时不可能用民主宪政的思想, 去否定共产主义, 他们真的认为啊, 共产主义, 共产党是允许人们自由说话的, 共产党是讲民主法制的, 他们真这样看, 所以这里边, 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用共产, 就是用马克思主义里边的这个自相矛盾的话, 用右一点的话, 自由一点的话, 攻击所一点的话, 也就这个了, 所以他没有, 就是还是讲攻击法攻击, 你俩不要, 刚刚在这个乌西会的几年里说了这么一句, 说会议的目的, 是把理论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孙思想的记者上, 先试试, 好, 他说的是, 自相解放死要达到的目的呢, 就是恢复共产党的合法性, 因为这合法性已经被毛孙和文革破坏了, 这就是所谓拨乱小政, 但是呢, 他们在乌鱼上说那些, 披毛啊, 披文革啊, 披死你记得吧, 真的就是动摇了这个独裁体制, 所以他们自己的目的和实际做法, 自相矛盾, 那么, 邓小平这些人呢, 代表正统的这个公共产党的势力, 提出思想基本原则, 名正言顺, 他们的多年的斗争经验, 使得不认识到, 思想解放运动走回去, 必然危机意料专政, 所以他们就果断的这个刹车, 所以这个改革, 这一系列的改革和施放解决运动, 就在差不多, 反自然自由化的, 基本上就完了, 然后呢, 中国大概也试试了这一次, 有可能走向民主限制的机会, 好, 谢谢大家, 大家